苏菲老师,是我们呢 她不在家吗 可能在睡觉吧 娜娜,你们好 早安,苏菲老师 早啊,大家 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没关系,我昨天睡太晚了 再说,也是我邀请你们过来的 进来吧 阿泽,这位苏菲老师 她真的是你们的老师 是啊,有什么不妥吗 不,没什么 她看起来是个很随和 嗯,苏菲是最棒的老师 她非常了解机器人 她曾经是默克集团的科学家 是吗,她不会是 放心,她不是敌人 因为有她的帮助 我们才能更了解默克集团 那就太好了 原来如此,我早该发现的 博士,又有新发现吗 是的,没想到刚家人也有弱点 只要善于利用 我一定能将他们打败 真的,我等不及了 苏菲老师,那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不眠不休 熬夜得出的成果 外骨格装备 这是老师亲自组装的吗 是的,不过外表有点粗糙 因为是我组装的 它有什么功能呢 这个嘛,就让我示范给你们看看吧 怎么样 阿泽,你过来 好 好了,感觉怎么样 苏,苏菲老师 这东西很笨重 我连手都抬不起来 好的 你现在走动看看 好吧 苏菲老师 这个外骨格装备太神奇了 阿泽,你该停下来了 我知道 确实我停不下来啊 好疼啊 天呐,你们没事吧 阿泽,你快给我起来 我 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我把输出功率调得太高了 来,我检查一下 好的 苏菲老师 你可以解释外骨格装备的原理吗 原理其实很简单 这个部分的功能 就是接收脑电波 并且将它转换成指令 如果乔泽想要举起手 他的脑电波立刻会被接收 并且传送到内置系统进行处理 系统能够将脑电波转换成指令 于是外骨格装备 便和乔泽同时举起手 原来如此 好复杂呢 其实外骨格装备 就是在模仿人体身上的肌肉 不同的是 它的输出功率 远远超越人体肌肉的负荷 外骨格装备 对人类有什么用途吗 我只知道它给了我更大的力量 我计划将这个研究 投入到医学上 希望能够帮助残疾人士 我从父亲那里 也听说过类似的装备 不过他们打算用在军事上 的确 这种技术目前仍然非常昂贵 而且大多以军事用途为主 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制造成本低的外骨格装备 并且赠送给有需要的病人 没想到外骨格装备能够帮助病人呢 是的 换另一个角度说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技术去帮助人类 那要比建设军事武力有意义多了 太好了 默克也拥有这种技术吗 即使有 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没关系 钢甲人一定能打败他 说的没错 走吧 我们到空旷的地方去 我还想要继续改良这个装备 那就到我爸爸的肠里去吧 乔叔叔也在那里吗 今天是周末 没人在那里的 那太好了 走吧 什么事啊 博士 博士 是你教我们来吗 你们俩听好 我刚刚发现钢甲人的系统里 有一道禁令 那是什么 就是对人类攻击的禁令 那到底是什么呀 别插嘴 安静点 听博士解释 这个禁令 会防止钢甲人 对任何人类发出攻击 这么说 他们不能攻击人类 你说的没错 即使被人类袭击 他们也无法还手 因为他们的系统完全被禁令牵制 天哪 这真是一项重大的发现 对呀 对呀 这下钢甲人完蛋了 博士 钢甲人虽然无法攻击人类 但这对我们没什么意义吧 我们只有机器人哪 问得好 就是你们俩 这 什么 我们 我们只是操作员呢 对啊 我连个小孩都打不到 我还没蠢到让你们赤手空拳 去攻击钢甲人 特别是库齿你这种软脚械 外骨骼装备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外骨骼装备 具备超强的作战能力 哦 记起来了 那是我们前阵子开发的外骨骼装备 我挤得进去吗 立刻给我上去 有了这个装备 钢甲人将不再是我们的对手 他们只有挨打的份 不是 万一被他们破坏怎么办 是啊 我们该怎么战斗 这个我早有计划 钢甲人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其中一项是传送飞行配件 传送飞行配件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这一次要做些什么呢 阿泽 抬那个箱子 遵命 哇 哇 我竟然办到了 是啊 而且他的力量刚刚好 阿泽 把他扔出去看看 哦 对 我想知道你能把箱子扔多远 这样没问题吧 没问题 放心去吧 那好吧 好 让大家见识我的厉害 这太神奇了 哇 哇 哇 又是你们俩 喂 丁奇 那是外骨骼装备 他的外骨骼装备看起来很简陋啊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哦 他们竟然也有外骨骼装备 那是战斗型的外骨骼装备 这下不好了 游戏结束了 孩子们 把钢架人交出来 让我们来应付他们 这太简单了 上吧 接着 咱们 出道 呀 咱们 咱们 呃 我看你 怎么了 我动不了了 什么 我的系统被封锁了 原来他们有备而来 我明白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系统 防止我们对人类展开攻击 什么 这样的话 你们无法攻击人类 是的 可 可是他们是坏人呢 原来如此 未来世界对机器人做出限制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攻击禁令 攻击禁令 为了防止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战争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我们虽然不能展开攻击 但防守倒是没问题 很好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将他们打败的 各位 打开钢甲系统吧 打开钢甲系统 鋼甲系统 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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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甲系统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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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可以攻击它的机械手脚 不会出动系统的禁令 那就摧毁它们的行动能力 让我来 狗吃人 上 看你能挡多久 什么 太好了 你们俩快投降吧 你不会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吧 丁吉 我们该怎么办 等着瞧吧 他们怎么主动抛弃了手臂 你马上就知道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听 太完美了 他们有了新的手臂 这和钢甲人的钢甲配件一样 可以随时更换 不用担心 我们一样可以将它们摧毁 第二轮攻击 到我了 这就是你所有的能耐 希尔斯 瞄准对方的脚 知道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是办法 我们得摧毁提供配件的源头 丁吉 你可以和希尔斯找出它 并且摧毁源头吗 没问题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走低 怎么逃走了 你的对手在这里 我们的配件多的是 你们尽管来吧 铁吉 找到源头了 我也看到了 又发射配剑了 你能摧毁他们吗 我试试 对方的火力太强了 小心点 希尔斯 这根本没完没了啊 得想想办法 阿泽 我们已经找到源头了 在一台大型装甲车里 应该是大力神号 一杰 希尔斯能把敌人的配件击落吗 我们试试 希尔斯 将发射出来的配件击落 知道了 敌人火力太强 我无法锁定目标 明白 阿泽 敌人的火力很强 希尔斯 无法锁定目标 不好了 维特克萨维斯也撑不了多久了 我们得立想办法 苏菲老师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 信号 对了 是信号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能够扰乱敌人的信号 那么他们的配件 就无法顺利接上 太好了 但是我们需要仪器来放大信号 嗯 对 卫星信号碟 我们可以利用它瞄准敌人 再由我的手机 传送扰乱敌人的信号 但是 那东西那么重 怎么移动它呢 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就是 现在 我们打开吧 我们打开吧 怎么回事 再发送 成功了 再发送 再发送 怎么了 定居 大伙临头了 你们两个 快从那装备出来 不 我们才不听你们的 我们不怕你 我们得想想办法 我现在就可以将他们摧毁 我们不应该使用暴力 等等 我有一个主意 准备 慢着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我们 太迟了 维特 用最快的速度旋转吧 嗯 两位准备好下一回合了吗 我 我们投降了 故事快逃 不行 我 我走不到了 真是个好点子 娜娜 谢谢 那么 这些装备 要怎么处置 我可以好好利用 它的零件 这些东西 可是非常昂贵的 对 那就可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了 当然 哦 对了 维特 能让我看看那道禁令吗 或许我可以将它 从你们的系统里删除 没关系 苏菲 这道禁令 是为了保护人类而存在的 刚家人绝对不会伤害人类 万一默克 再派一个 外骨骼装备怎么办 我们一定会打败他 胜利永远 站在正义的一方 是的 永远都是 オーリー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